我们把麦克风关掉了 谢谢主委如果继续要再这样子的话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巡达时间火药味十足 是因为陆委会主委邱泰山捞过戒讲了这段话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海巡海军 从来没有侵入过大陆的不管进县水或领海 到底是谁来入侵 不满邱泰山频频抢话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干脆暂停时间 让场面一度尴尬 罗志强直询一开场就要邱泰山表态 表示陆委会是根据宪法成立的单位 是否同意副总统赖清德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邱泰山这样回应 我想要讲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一定有他的逻辑思维 但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思维 谢谢您显然我们的邱主委 也不敢附送赖清德总统当选的金具名 我是蔡总统的陆委会 我非常担心 像你这样的态度怎么配合赖清德总统会来施政 蓝委轮番开炮不满邱泰山从陆客团陆配惊吓海域冲突问题都甩锅给其他部会 立委痛批既然陆委会跟对岸完全没有公通协调管道不如裁撤算了 我们看到陆委会跟海基会这样子的这个没有功能 所以我们觉得要么裁撤废除 要么组织整并 另外针对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两会期间提及要不断壮大 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邱泰山重申陆委会必须搜集各方资料才能研判 对此没有正面回应 TVB新闻综合报导 观众朋友们午安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公务员市郑村奇 大家好 立委柯志恩 各位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田董资深 大家好 好 来看看这个昨天进行完了协商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方面的家属是非常的悲痛 等于现在两岸的惊吓谈判已经是正式破裂了 他们说等不到道歉非常的痛心 我们来看看 一直没有给我们的真相 船明明是必装翻了 没有人来承担责任 连一句最简单的道歉都没有 我们心里很难够 这是我们没带回全人的遗体 心里很悲伤 希望尽快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 就这样15次协商至今仍旧是破局收场 就看到这个等于说是全州 也就是大陆代表 全州台办的副主任李朝辉 他就讲说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留在金门了 现在后果由民进党当局负责 而陈建仁就讲说 现在我们就等结果出炉啊 如果有错该道歉就道歉 该赔偿就赔偿 要等到减掉结果出来之后 才会做最后的决定 是不是也就是因为一直是这样子的态度 才让大陆方面很难以接受 等一句道歉等一个真相 好像始终就是用挤牙膏的方式 而且说法上面从第一天到昨天 一直都是好像会变来变去反反复复 有没有撞呢 那这件事情又变成一个罗生门一般 那我们看在这个事情 也就是陆方代表回去之后呢 这个管碧玲就讲啊 就是说误网误众还发了四点声明 就说我们一定是交给客观中立的司法机关 来厘清责任 甚至还讲了这一番话 又引发大陆的一阵抨击 他就说呢 遗体啊船只啊发挥的部分 承诺司法完成必要调查 一定会尽快依照家属的意愿给予协助 那其实这些时间以来呢 大陆方面就是一直想要拿回船只跟遗体 就是我们这个一直不愿意让他们带回去嘛 那结果现在是不是因为看到他们讲说 这个由民进党后果自负之后 现在这个管碧玲态度稍微也软化一些吗 因此呢这样子的报导出来 其实你看到很多台湾的一些网友 也在报导底下留言 就说哎呀应该派管碧玲去第一线啊 还有这个40%也就投给赖清德 投给民进党的人去负责任吧 不要让我们跟着你们一起搅和进去 因为现在等于双方已经两岸已经谈崩了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大家也都蛮担心的 另外我们看一下海巡署 他说到了 他说我们其实这个协商破局是中方的责任 他说因为中方坚持 批不合法的要求 自动时报这样子的报导 他说根据侧面了解 由于中方不承认我方法律 要求征讯我方的执法人员 以及不承认有海峡中线 也就是该中国快艇没有非法越界 并且认为取缔三无传破 是中方的事物 这些涉及主权问题 导致双方根本谈不下去 所以我们的海巡认为是大陆方面的责任 因为他们提出了不合法的要求 所以我们才最后谈崩了 就是还怪对方就对了 大概是因为这样恐怕很难有结果了 再谈下去应该也是原地踏步而已 除此之外 看一下大陆方面的家属 其实昨天也有说 红十字会拿出了慰问金 海巡署他们在殡仪馆制证慰问家属 他们有慰问金88万元 家属就拒收 表示说应该要透过红十字会 是二度婉拒 根据了解 他们觉得原因就出在 海巡署要求家属要签一个领具 那上面写的是惊吓水域事故 也就是说没有撞船这两个字 是不是也是因此他们觉得说 你这样子我签下去 是不是代表说我们认可 没有碰撞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让他们不愿意签的一大原因 再来这样子路方代表认为 签署之后就等于同意双方有共识 家属生怕会引发误会 所以坚决表达距离 现场的气氛是十分的尴尬的 那还有记者去问到邱泰山 他就说路方指控说我们谎话连篇 也就是李朝辉讲说谎话连篇 然后反反复复 结果邱泰山的反应很呛 我们来听一下 李朝辉刚刚批台湾当局谎话连篇 你怎么看 这个话能信吗 对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恶意螺旋 不断上升的原因 还就讲说他的话能信吗 所以如果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上 双方怎么可能会有交集 因此今天巧心也在立院 也有问到说 之前有人主张就是他 这个看起来 大家一看就知道 王定宇嘛 王定宇就主张要比照阿根廷 渔船越界就要炮击 所以难道大陆渔船也要这么处理吗 冯士宽的回应是说 不应该是这样子 对岸也是中国人 他是持比较缓和的态度 好像跟邱泰山的立场跟态度上面 是很明显的不同 但是是不是也代表说 像是邱泰山 管壁林 或者是我们站在第一线去协商的人 都是比较这样子激烈派的这种态势 或者是态度 导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谈下去 而且后果要开始慢慢呈现出来了呢 那影像的罗生门也是一大 就是大家一大疑点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了 在联合报上面头版的消息 是这个周美武讲说 我们怎么可能没影像 但是后来就改口了 他就说没有 是这个雷达轨迹影像 但是周美武在第一时间 背询的时候 你讲的是两件事情 怎么可能没有雷达轨迹跟影像 我们来听听看你的讲法 这一段是有影像的吗 现在描述的这一段是有影像的吗 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我们不能讲 但是今天因为刚刚有很多委员都提到 你们有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 如果稍微我们一般人都知道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 这些资料全部都交给剪掉了 航机跟影像是不是两件事情 但是他现在告诉你 那是一件事情 我讲的是航机雷达轨迹的这个影像 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是真相呢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从一开始说没录影 然后到后来挤出了30秒录音 后面有录音又不公开 然后一下子说有影像 现在又告诉你说 不是啦 不是雷达航机跟影像 是雷达轨迹影像 就感觉你一直在反反复复 连我们台湾听着都不沙沙 你说大陆会不觉得你在 好像试图遮掩什么吗 那再来 现在在吵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有调阅小组 这样子的一个在野党的一个需求跟呼吁 但是呢 沈柏洋就讲说 这个民众党强调这个 市字729号明白规定 侦查中的这个卷证 立法院是不能够调阅的 讽刺他们应该要先成立作秀小组 又开始这样子来呛人了 那吴宗献立委他就讲说 这个市字729号指的是 侦查卷中以外的资料 原则上立法委员是可以调阅的 竟然不当解释成 不能成立调阅专案小组 立场放在是非之前 实在是不太好 连馆长都忍不住出来讲说 成立调阅小组 跟拿资料是一样的事情吗 他甚至还用这样子的 这个简单粗暴的辟语 他说我约女生喝咖啡 跟约女生开房间是一样的吗 但是是不是现在 民进党就是用这种二分法 扣帽子 只要质疑就开始讲说 你是违法的呢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董哥 董哥怎么看现在 真的是谈判破裂 现在谈判破裂 因为我方完全没有诚意 讲话缓缓缓缓 已经到了让人家匪夷首思 那我们台湾比较特殊就是 因为我们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亲民进党 所以他们会放出一些假消息 这小消息有时候 你听听真的就算了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四个海行 必须到中国大陆接受审判 可能吗 大家想想可能吗 对不对 包括理智会都讲 怎么会有这种讲话 可是我们这边就是透过 王定宇出来讲 然后我们的官员证实说 就有这回事 可能吗 两岸像类似的事件这么多次了 我讲敏平怡事件 我们一人之内 把人家搞死多少人 46个人 一次45 25个人把人家闷死在 甲板下面的船舱里面 一次人家救援不给人家救 挡住人家 死了21个 光那一年 他有说我们要审判你的人吗 没有 因为他过去有个惯例 我们碰到这事情 都是两边红石智慧在谈 那我们今年会谈不成就是 因为我们这些官员 他们想保官位 表示我们自己很有才华 很有谈判能力 所以我们就站到第一线 你站到第一线 对方派来还是红石智慧的人 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不敢答应 因为他不能 因此而变成两岸 在没有九二公司之下 而变成两方还在交流 他不敢这样 会被这样解读 所以你 周天要送钱给他 他也不敢说 因为你上面还写 你上面就一直在伙认说 你有撞船有什么 大家看其实 前年高金树梅 因为他在内政委员会 他那时候就很感慨 他怎么讲 高金树梅说很高兴 我们一点一滴的问出了实情 此事不是没有真相 是因为海型显得性的说话 说谎又挤牙膏 这是他立法院讲的 所以他说我们才会排定这个专案报告 那管碧玲是怎么回应 管碧玲说我们过去不愿意说明案情的原因 是因为在阐述的构成中 构筹都会归咎于一方 那在两岸谈判构成中 我们如果把事情全部说出去的话 双方的诚信会有所欠切 表示你就是在 你就是在闪抖很多事情 你不敢告诉国人 那民进党过去 我们在太阳花时代 你不是要公开透明吗 你不是每天骂人家黑箱吗 你们这些人就是态度恶劣 隐瞒真相 因为你以目前来讲 他们现在推给检察官 说检察官定了以后才可以怎么样 尸体才可以发完 有这个道理吗 你猴人你都放他回去 你死人你还硬要 我有时候讲 他的那种不合常情 不合逻辑已经到了匪夷所思 我们今天政府就是 就是态度嚣张恶劣 我就是不愿意 那你怎么样 你的尸体还扣在我这里怎么样 他现在就表现这样 陈建言说要留给检方 检方 我们检方再怎么快 半年一年以后 起诉 你就一直这样吗 那下来当然你会有很多后果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们这个政府不诚实到几点 然后你又在那边 就好像您刚刚提到了 说我们有没有雷达总局 现在又赶快我认 没有 周美武是海军出身了 他过去是董祥隆的爱将海军司令 一路提拔他 后来去派美国 他当然知道有 我们的海型 海型是属于海委会 过去海型是保七 内政部 他们跟我们的海军系统 这个国防部的海军系统 他本来就有一个雷达 今天这个雷达的那个事情 如果不是我们的名嘴小舰长他们讲出来 我们政府还在吼论说 没有四个人都没有密入去 我们现场也没有摄影 所以五样都没有 那人家现在告诉你 你有雷达的那个 小舰长过去就是在管这个了 所以有啊 我们也会有一些雷达中机跟影像 周美武也曾也有 现在又说不是啦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政府的反反忽忽 那你今天已经被对方对你不承认了 然后还要去栽账说 他们在争主权 他们要求我们去接受审判 讲这些东西只是让事情更复杂化 因为过去有这么多例子 都处理得好 过去我讲难听点 过去死那么多人都处理得好 现在才死两个人 为什么会处理不好 这就是因为你民党政府 又是一个旧的官僚 旧的国防 旧的成见人的官员 你的旧的内阁 跟一个新的国会 新的民意 你完全搭不上 那变成这一群人都在摆烂 你可以看最近摆烂什么 苏丹宏也摆烂 机场也摆烂 对不对 你每一样你就丢在那里 管你啊 反正我520要卸任 你看到就是一个 这么不负责任的政府 让老百姓看到气的发抖 好 来 问郑老师 刚刚董志生讲的 我觉得有一个重大事情 要继续追 因为刚刚提到说 我们这边讲说 因为中国大陆不承认这个 不承认那个 很多人都说 所有谈判破裂 把破裂原因又归之对方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讲的话可信吗 你们 比如说他刚刚提到王定宇 前两天 他就是公开在脸书说 中国大陆人要求我们 到对岸去被甄讯 结果他今天这个李超会 他们的代表走的时候说 强调再强调说 没有这一回事 好 那王定宇继续出来 关键是第一个 本来不是说调查过程都不能公布 你怎么会知道 所以有这个要求 然后你要透过脸书 然后那天晚上 绿的媒体都拼命讲 然后现在 有人说不一样的讲话说 你今天是堂堂立委 人家把你当回 市媒体的灯 今天经不起检验 所以你今天邱大山讲说 人家指责我们 大陆指责我们这些谎话连边 他说他们讲的话也能信吗 邱大山你讲的话能信吗 你们整个从头到尾方腔走板 所以你说别人的话不可信 你正好证明 人家的话可信 自己的话不可信 王定宇还说 如果这个中华到底这样 要引渡我们的过去是侵犯主权 我们如果挺的话算什么 我们是不是爱台湾 还用主权爱台湾来扣我们帽子 邱大山你们这些人谎话连篇 而且还道国为一 我们管碧琳就一副说 我们现在交给检调 这事情赶快交给检调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如果双方有成立 就把真相自己公布 我在讲我今天看到一个专家讲 现在就算进门检察官在弄 也应该赶快把真相公布 他用侦察不公开 我看那个专家讲说 侦察不公开的作业办法 第八条讲说 对国家安全对社会重大事件 如果有影响众所瞩目的事件 检察官是可以适度公开 所以第一个你们如果双方自己 愿意把真相 反正主把真相讲 有谁反对你吗 今天我们如果发生车祸 就算在侦办 我们两个愿意和解 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一定要等吗 你是不是故意刁难 第二个就算你等 检察官也可以动作快一点 我们陈建人说 赶快 你嘴巴讲赶快 就等到那个真相 推给那个 整个台湾能够看得很清楚 你们再推 好啊 那这个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人家的家属死在这里 多么希望赶快把遗体 带回去好好地安葬 已经受伤 已经被 已经这么困难 为什么不 就是你受不了 我再讲最后一个 他说我们这边 对人家多好多好 我今天看那个李超威讲 这些死亡的家属来 一天一签 签证 一天一签 他们还得派人 每天去签证 每天去签证 这个是人道吗 这个是善意吗 有必要这样搞吗 他们今天是个受难者 已经这么悲伤 你如果真的善意 这个事情 不应该是个成为问题 你给他一天一签 让人家每天还在跑 然后说我们很人道 我们做得多好 是对方拒绝 接受什么抚慰金 完全颠倒是非 王定宇 你不要跑 你像个人的话 你就滚出来 你如果不出来 你就不是个人 我跟你讲 你今天可以放话不负责论 你今天跟他讲 可是你已经造成 多错误的影响 你这个是霍国阳明道的极点 这个王定宇 好 来请教志愿委员 我真的是刚刚看到那些画面 那些家属 这个怀着眼泪 然后是事类的状况 我真的觉得是 非常非常的难过 就像刚刚 张老师所提到的 也不过是人死为大 他连辅官痛失 辅官这样痛哭的机会 都没有 你是对家属来说何其残忍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是分两块来去做 过去 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过去都是红十字会 对红十字会 彼此在人道的立场 来做一个谈判 可是我们红十字会 自从被打成覆随组织之后 目前这个组织 是非常的示威 甚至已经是瓦解了 所以以至于当我们有很多政府的官方 已经介入的时候 已经让整个谈判已经失交了 而且你会发现 从过去到现在 十五次当中很多时候 他们都说已经快达成和解了 那为什么突然间又开始 回复到一个原点 那表示很多的虚拟 在第一时间当中 到跟第十五次当中 这中间落差才大 那同样是发生的事实 为什么可以到最后 是用这个结果 然后大家觉得很遗憾 也不晓得未来会是如何 你交个警调单位 警调单位是一个非常 冠冕堂皇的名词 警调单位你要给我们查多久 三个月六个月 当大家都淡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这些遗体该怎么样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你就可以发现 政治的东西进来 我必须要提到 过去海巡署的署长 都会认为是第二海军 通常是海军来出身 因为他们过去就认为说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他们可以在这个所谓的 作战的部分里面 能够提供海军一个 后背的一个支援度 所以他们对于执法的层面 从这次金门事件发现 你会发现他们是在训练 还有过去的整个配备 来说的话 因为目标不同 所诚信的部分 是有待要夹抢的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就是因为很多人 抢在这个地方里面 明明是一个人道的事情 他却要抹取所谓的政治红利 管闭力难道不在这个过程里面 透过篡改这个 透过这个所谓题目 然后在这个内政 他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是否他在这里面 他要引取他的政治红利 还有其他周边的人 是否在520要撤换 这些官员之前 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秀场 透过用反中的一个 这样的情节 能够再把一件 可以用司法解决的事情 变成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 我觉得这才是整个金门事件 造成我们不管在国际 包括在我们自己 还有最重要的是 在人道的立场上 我觉得这个台湾政府真的是不及格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来 好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 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 賴月潜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两岸的冲突在升温吗 尽管没有冲突 可是必须讲现在 氛围非常的诡诀 接下来我们看到美舰宣布穿越台海 中国大陆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因为金门事件 三无船舶翻覆事件 执法有没有过当 到现在真实的这个现象 真实的发生原因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对岸的海警船 这二十天不断的 在这边出没 进出 巡逻 您看到红色的线条 就是它来回行走的航机 轨迹图 在金门海日 骚扰吗 侵扰吗 还是宣誓什么事情呢 那当然我方要严加的注意 我们看到对岸 有这样子的一些网友说了 说有网友在厦门港 发现了两艘052D型的驱逐舰 其中一艘是155南京舰 两艘052D在这个时候 结果眼上被部署到厦门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对岸还有一些作为 因为我方的海巡署说 我执法是有正当性的 因为对方这个快艇 它是三无船舶 没有这个所谓的登记 没有船名 也没有港籍 没有船舶证书 所谓的三无船舶 所以你看到对岸 中国大陆现在各地对于三无船舶 开始积极查气了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黑船 我不让你出港 我把你没收 我把你取缔并且依法销毁 这是中国大陆最新的一个措施 它的一个举措 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海在海上有好多事情发生 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美舰高调宣布通过台海 这是来自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宣布 它说美国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 这个芬恩号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 这是来自于昨天的最新的讯息 而我们看到军事专家张静 在中间看到的一些端倪 他讲 这个芬恩号通过台海 可是日本护卫舰倒风与金坡 上个月才刚刚跟芬恩号一起演习 怎么搞得这一次没有一起通过台湾海峡呢 他认为当大家一直在说 在扯天天在讲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人 你要看看 如果台湾或者是台海有紧张的时候 日本的船舰会来吗 这是一个例子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芬恩号穿越台海 中国大陆的反应是什么 中国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他有一个回应 他说 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 并且依法依规处置 随时应对一切的挑衅威胁 他认为芬恩号通过台海是一种挑衅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召开两会 还有就是金门事件 中共不承认金马的禁制 禁限制水域的时间点 美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时机 非常的敏感 这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现象 而另外其实在2月份 北京大学旗下的智库 其实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布 他说2月下旬的时候 然后不是有福斯号 先在中国大陆声称 拥有主权的台湾以东航行吗 接着穿越我们的巴士海峡 飞兵跟南部的巴士海峡 然后向西进入南海 他认为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美国的航母接近中国大陆的门口 他认为这是一种表态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我们台湾的因应是什么 当然我们的国军也都随时有掌握 可是新的一个宣布是什么 在空中的空军三个连队 将实时跨子夜飞行训练 要在夜晚 要在夜晚实时航训 什么意思啊 是加强戒备吗 来 请教兵哥 我觉得现在两岸之间 情况就是越来越不乐观 因为协商已经破局了 大陆的代表也回去了 那回去了之后 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可能很多人是这样以为 可是实际上根本不是 也就是既然在谈判方面 不得要领的话 大陆就是开始实质 主张他们自己的主权 他现在在做所有动作 就是在主张他的主权 包括在金门这边不断的巡航 他的海警船 余政船 海间船 全部都来 那请问一下 大家都看到这个航机了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挡住他吗 看起来好像没有 而且监控 监控 我们就只能监控 就看着 对 就每天画图给你看 然后其他我们能 能阻决他什么 052D现在两艘也来了 那我们有要做什么 对应措施吗 很困难 为什么 你做对应的措施 假设把我们的 台湾的军舰派过去 那就是升高对立冲突 那你不派军舰过去 我们在金门海巡的主力 是100吨的小船 请问一下怎么去跟人家抗衡 所以这是非常麻烦 而且不只在金门这边有事 昨天不是台海 我们台湾东部 四艘海警船直接就来了 然后当时我们的海巡 根本没有船可以去 所以是我们的巡防舰 直接过去挡 那是在24海里 虽然国防部强调 那是在26海里 我们就把它挡住了 可是人家就在你家门口转 那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去挡住他 所以接下来这个局面 看起来对我们非常的不妙 因为当双方没有善意的沟通 没有谈判的时候 那对大陆来讲 他的主张就非常简单 如果你台湾不愿意 顾及两岸之间的情谊 不想跟我们做协商的话 那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走 他的主张就是整个台湾 全部都在他管辖范围内 那你要接受这件事吗 我们不能接受 可是问题是 不能接受我们拿什么去挡 其实像昨天 我们拿巡防舰去挡 因为巡防舰是海军 海军去挡海警 其实本身是一个不太好的做法 因为万一企业冲突怎么办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你接下来他 他会在东部来的话 他澎湖渠岛会不会来 其他地方会不会来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海巡 去挡住人家吗 所以这个问题很头痛 蔡英文政府好像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蔡英文躲到现在都不见人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 到底在干嘛 那大陆这边 当然他自己也 也要让自己立于 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被人家 理亏的地方 说理亏的地方 所以他现在开始限制 他的三无传播 那就是让你抓不到 我的小把柄 是 那再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大陆做这样的一个对抗 我真的想不太出来 那美国这个分号来了 很多人就高潮了 哇好高兴 你看美国爸又来支援我们了 你确定美国是来支援我们的吗 我觉得美国过去一直以来 他的台湾关系把里头是不包括金马的 那他巡航也是在台湾海峡巡 他有往金门那边靠吗 没有 其实美国就是在告诉你他的底线就是 我顶多帮你台湾做一下声援看一看 金门那边的事情美国不想管 就是这样子 就是台湾自己要去解决 那日本更明显 日本前两天他们的前防卫厅的官房长官 有着邪恶 就直接告诉你 他反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他告诉你 我们日本没打算这样干 这不是我们的主流民意 如果台湾一旦发生战争 日本不希望被卷入这样的战争当中 所以日本的军舰 你美国要来的 抱歉我可不可以不要来 我还是在我们日本家里就好 这个就是人家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 现在美国也不过就是 遥相呼应 帮我们撞一下声势 可是问题是 老共有在怕他吗 他才一艘驱逐舰 老共在那边有多少艘 所以老共也不会怕他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像南海 南海之兵局势确实最近在升高 因为美国一直守抗菲律宾去冲撞 可是菲律宾 上次好不容易集结了 44艘渔船 你知道大陆随时随地 在那边有一两百艘 那你怎么跟人家拼 那大家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情吗 大陆在南海可以随时随地 集结一两百艘渔船 做这样干 他在台湾就不行 他如果在台湾海峡那边集结了 上百艘 甚至几百艘渔船 在澎湖 在这些地方 我就给你围起来 请问一下我们的海巡怎么执法 我完全不晓得我们该怎么做 那现在看起来海巡 也不打算解决这件事 那国防部也声明了 他不会去碰触这件事 那大家都忧心情况升高 可是情况就被升高了 而且越升越高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那现在你空军联队 说要加强职业训练 加强训练当然是好事 可是你加强训练 请问一下怎么应付这个危局 我们现在没有海峡中线 所以人家随时随地 就会在你24海里出现 也就是你的领海线附近出现 那请问你怎么解决 我们的飞机反应时间 只有一分钟 那怎么办 国防部有没有要告诉我们怎么办 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表面上抗中保台 然后一路往后退 然后被人家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台湾真正的现状 然后这些人还在那边自名得意 觉得我们压过大陆了 真的是自欺欺人 无知是很幸福的 不知道就不怕 好 来 请教老师 我也很同意 因为这个金门水域里面 看到中国大陆海警船 这样频繁的出没 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常态 那怎么办呢 那大家都很好奇 那包括现在蔡总统 蔡任期还有几个月 那马上赖清德要上去 应该是要无缝接轨 我们到底是有锦囊妙计 还是完全是束手无策 那现在大家其实很担心 这个新常态 未来就是个重大的政治压力 我这边讲一下 这个我们都很关切 这个自由航行 航行自由 老实说过去美国在台海 自由航行会做 但是不像这几年这么的频繁 这么的高调 而且它会主动的证实 跟被动证实 但我觉得我们也不宜 以夸大解读自由航行 后面的一些 美国所释放的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讯息 但我们仔细看 老实说这种自由航行 大概从过去三年来看 平均大概一个月 到一个半月会有一次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美国现在做的形态 是比较弹性多元的 它有时候单舰像这一次 有时候双舰 由北到南 由南到北 有时候是两艘美国的 海军飞弹驱逐舰 有时候还会搭配 它所谓的海岸防卫队的 所谓的巡防舰 那更有趣的地方是 从川普到现在的美国政府 他会说 我希望能够呼朋引伴 大家一起来 代表说我这个行为 是大家所公认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年多来个 很有趣的现象是 美国最常搭配的 其他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其实应该是加拿大 加拿大 去年的6月 9月 11月 都是日本 对不起 都是加拿大 都是加拿大 为什么是加拿大 其实也跟 加拿大本来就是美国 很重要的盟友 同时因为加中关系 这几年在杜鲁到执政时期的 后半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它会更有高度意愿 去配合美国的自由行情 其次可能是像澳洲 或是像其他 像一些欧洲的国家 还有可能地方是 欧洲国家有时候 很偶尔很偶尔单舰直行 至于这里面所提到的日本 日本我觉得大家要 特别关注一下 日本即便是在南海 会配合美国自由航行 在周遭水域里面 会跟美国双边联合演习 多边包括像澳洲等其他国家 南海还有东海 还有整个西太平洋的水域 但是基本上日本 是不会进到台海的 日本海上的船舰 它是非常优异的性能 这就是它在这个议题上 它有它的一个政治判断的敏感性 正因为日本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也偶尔会听到 一些日本的官员 或是一些日本的学者 会鼓吹说 既然我们这么在乎印太 既然每日同盟这么的紧密 我们应该也要配合美国 像澳洲或是我们自己来执行 在台海地区所谓的自由航行 但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即便是日本很挺美国 日本很关注台海的和民稳定 但到底这个议题 是不是所谓 我们所一般人 所非常期待的台海有事 等同日本有事 等于美日同盟有事 我觉得还不能这么快下定论 或是过度的隐身 这可能对台湾国家利益 我们反而是不利的 是 来 赖老师 大陆的052D的导弹驱逐舰 它本身的作战能力是很强 它有34艘 每一艘就是7000吨到7500吨 是很大型的一个导弹驱逐舰 有64个垂直发射器 它本身有反舰的能力 有600公里的反舰能力 它也有1500公里到2500公里 所以它在厦门这边 完全可以打到台湾 那因此它要封锁整个 今下的这个水域 对它来讲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它也有防空导弹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战绩也上不去 因为它本身的防空作战能力很强 也就是说它不但有防空的能力 它有反舰的能力 它可以封锁整个水域 美国的船只经过台湾海峡是没有意义的 它只是说证明它存在 但是如果真的一旦要中美交战的话 美国的航母是不敢经约 或是船只不敢经过台湾海峡 因为基本上来讲没有存活的任何空间 就算美国的船只要走入台湾海峡 没有一艘船可以活得下去 绝对会被完全摧毁 这一点困难都没有 所以美国自己也知道 它经过台湾海峡只是证明说我在 我有航行自由 可是它也知道在作战的时候 这个船是不能走台湾海峡的 我想这个是美国清楚的 因此如果说两岸之间的军事对视 那么一直在升高的情形下 如果说金门这边 他们要切断跟台湾的联系 让金门只能够更依赖中国大陆的话 这个大陆来讲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说目前要看 要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日本基本上他们 除了刚刚韩冰所说的 他们的态度已经表达很明白 不要寄望于日本的协防 因为日本在感情上 跟台湾是有感情的 但是日本的实际 现实 他们是不会这样做 更何况前段时间 连日本的防卫厅也已经说了 在宪法上规范了日本 不能够介入他国的战争 他们讲得很明白了 日本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这个法的依据 他可以支援美国一些后勤装备 可以帮美国做一些维修 可是他不能够随同美国去作战 这个讲得很明白 我想如果台湾有一些人 还是寄望说日本会介入 那是很真的是很不切实际的事情 最后美国的航母 跑到这个黄岩岛南方 仁爱家北方 然后解放军在同时一样 把菲律宾的船只做驱离 这代表什么 航母 美国的航母 在那个地方的存在 给菲律宾撑腰是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它下不了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在美国的航母 就在那个海域的情形下 一样强力的把菲律宾的船 把它赶走 把它强制性的驱离 喷水住 而美国的军舰 航母战略群 什么都不敢做 这代表什么 美国也是一张嘴而已 因为它更能够证明就是 它只剩下一张嘴 它的航母战斗群 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美国也清楚 大陆也清楚 其实菲律宾也清楚 美国不敢打也打不起 也不敢做 不敢打打不起也不敢做 跑到那个地方 处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像小丑一样 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首先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建制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宏威 建制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平安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露传在金门翻覆的这件事情 最新协商依旧是没有结果 依旧是破局 中国大陆的代表 昨天已经离开了金门 那我们听到海巡署的说法是 为什么会破局 因为卡在三个条件 因为对方对三件事情不接受 那我们也不接受 所以没有交集 哪三件事呢 海巡署的说法是 主要真结点在中国大陆 在谈判中坚决 没有中线 没有海峡中线啊 那不承认违法的事实 不承认他们的船有违法 另外是不承认我方法律的三部政策 就也不承认我方有法律啦 所以造成谈判破局 这是海巡署的说法 那对岸也有代表嘛 他们的说法是说什么呢 李朝辉在离开的时候 他是说 因为管毕临出尔反尔 歪曲事实 没有真相 而且他还指出 台湾方面的协商人员 在三号就离开了 他们认为 没有进一步解决问题的诚意 所以他们也离开了金门 那造成的后果 你民进党当局要负责 这是对方呛下的声音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巡署 我方的这个海巡署想说 因为人死为大嘛 所以要给一点 算是安抚的一个金额 就是拿一些金钱来赔偿对方的家属 那双方有一个尴尬的场面 嘟来嘟去 对方不愿意接受 这二十万人民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海巡署 有拿出一张签领的领句 来 大家看一下 领句 必须签名 然后押你的身份证号码 以及日期 然后上面有讲说 这是第一期未问金 结果对方坚持不收 坚持不收 家属聚领 那对岸说 后果游民进党当局负责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是呛瞎吗 这是不友善吗 还是说要把这个破 管再破摔呢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陈建仁 以及管碧玲 今天在立法院 被问到这一题都说 这个 当然要照检察官的侦查 来厘清真相 结果出炉 如果有错 我们就应该要道歉 要赔偿就赔偿 但是前提是 要等检掉的结果出炉 才能决定啊 那管碧玲也讲 愿意优先抚慰家属 所以拿出这20万人民币 只是对方不愿意接受 因为要人家画鸭嘛 要人家签名嘛 要人家写上 这个身份证字号 各方面 恐怕对岸有在 有官方在旁边 他们也不方便 零 那现在这么敏感的事件 到现在其实 不知道怎么 这个结尾 怎么落幕 邱泰森 我们的陆委会主委 就说 对方讲要我们负责 要民进党全权负责 后果你们自行负责 这要回应吗 因为记者也问他嘛 这要回应吗 那记者又问了 是否有行政调查 错在我方吗 那邱泰森的回应 其实都是官方说法 标准说法 会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现在都还在调查当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冯士宽 今天在立法院 也被问到了 海巡署执法的问题 冯士宽 大鹏部长倒是说 我挺海巡弟兄 我挺海巡执法 他说好好的一个人走路 需要蒙着脸吗 他是在比喻 对岸的所谓三无船舶 如果说你是正大光明的话 就出事的这一艘船 据说是三无 没有船证 没有船民 也没有任何登记港口 他说如果你是好好的一个人 正大光明 为什么要把头脸给蒙住呢 大家心平气和坐下来检讨 双方自然就能够更为和平 要冷淡下来 冷静下来才能后续处理 不过现在又看到一个独家报导 来自于风传媒 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件事情高度敏感 所以金门检方 其实他们有一个杀手箭 他们用非常手段 什么手段呢 就是这四名海巡弟兄 某种程度呢 他们运用了测谎机 用测谎的技术 向最关键的那位海巡队员 进行测谎 有进行测谎 这是来自于一个独家的报导 来自于风传媒 不过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到底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那是不是有什么长官放的消息呢 现在不知道 那这件事情 这个演变到现在 我们必须讲 民进党内部或者是 可能我们的这些官员们 或是绿营的官员们 到底挺不挺 这个海巡署或是海委会的作为呢 包括管碧林到目前为止的作为 我们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研判 包括王世坚的脸书 他讲过这一段话 昨天po的 他说金门进海的中国快艇翻破案 Again 呼吁有心人士适可而止 难道真的要搞到兵凶战危吗 周玉扣的脸书昨天是讲 他认为海巡署署长周美武的表现 在立法院的表现不卑不亢 他觉得很好 他说某官员 对照了某官员危机处理的一塌糊涂 当初任命他的人 很明显他可能 我猜他是在讲管妈 到底是在想什么 所以这也某某程度透露了 可能绿营内部有一些焦虑吧 觉得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好 可是如果以管妈的做法 跟他的意识形态 应该是很有台湾意识 坚忍不让 应该是要鼓励他给他鼓鼓掌啊 怎么会被骂呢 某种程度是被骂 所以管妈他到底是立下了战功 还是处理的不及格 现在是物理看花 而我们看到像是联合报的基调 他是这样写的 翻船案难善了 我面子李子双输 联合报的说法是 或者他们的 持的这个评论的论调是说 我们是割地赔款 既输了面子又输了李子 那任俊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针对这件事情 当然支持海巡执法 但是支持海巡执法的过程当中 现在大家真的要厘清的 叫做真相 我们也挺警察执法 如果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遇到这种就是 比如说以前看到有恶意冲撞 或干嘛 大家都支持警察应该 用他有的作为 甚至大家 你想之前有开枪或干嘛 大家都觉得说 你应该要做执法的后盾 但问题是在这整件事情裡面 现在要厘清的 其实是包含到说 这个船翻覆到底跟我方的人员 有没有直接的正相关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觉得对于事实真相的釐清 如果冠上这个所谓政治层面的时候 那就很难继续谈下去 如果你刚刚提到说 就是说这个陆方有坚持三个 说没有中线 不承认違法事实 也不承认我方法律 这些事情其实就已经在这个事件之外了 不承认中线 其实你知道在海上 本来就没有中线的问题 海上本来就没有中线 那在京夏之间也没有中线的问题 因为京门本来就靠近厦门 那为什么会有跑出一个坚持没有中线 不承认違法事实 就代表是他不承认禁限制水域 所以我方执法人员是没有理由执法 第三个叫做不承认我方法律 按照国家的主权来说 司法行政的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国家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事 那没有法律 那今天就代表是他不承认我们 不管他今天是用什么想法 但这三条如果真的是 他们坚持的那一块 因为最少我没有看到陆方的人员 今天出来说这件事情 是我们的人自己讲的 那如果这三件事情 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讲 是没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立场要很清楚 管碧林的问题其实不在于 大家挺不挺海巡 大家都挺 该执法就执法 谁会讲说我叫海巡 从现在开始不要手 没有人敢讲这种话 但问题在于是管碧林所有的言论 在立法院所有的言论 他是真的要让事实真相还原吗 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强调 我非常怎么样 我做了很多 那大家最常看到 就是你写脸书 就是你写了脸书又撤 然后你又没事又去提什么 什么圆明朋友 什么在海巡里面 什么暗巡单位服役很多 你会注意升迁 大家看到的是 你永远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你就挂了一个帽子 说你看我站在让头上 你站在哪里都一样 大家想知道的叫做事实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 其实到最后会觉得说 你管碧林 你看多少哪些人敢 有多少人敢公开去挺他 因为他确实 对这个厘清真相是没有帮助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其实对于民众来讲 当然这个所谓的三无船只 其实真正的管理权 不是在我们身上 大家认为说中国大陆应该 国台办记者会里面 事实上记者也当场提问 国台办也都 也没有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长期以来 其实我们对于这所谓的三无船只 甚至中国大陆渔民到海 渔民到接近我们的位置 其实我们大概也都是 以驱离的方式 这不是第一起说他们的人过来 我们过去其实都有一个SOB 所以我刚刚强调就是说 整个事发 因为毕竟造成两条人命的死亡 那这两条人命的死亡 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你说去征训这四个海巡队员 分开征训 这是正常的 这也必须该做的 因为很简单 我要厘清真相 你总不会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那你到最后要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让它回归到真实的层面 但是我认为官方 在这件事情上处理的 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最非常糟糕就是说 你也知道事件调查未明 写一堆脸书 什么第三人责任险 什么的 你扯那个干嘛 我就讲那个报告 你这么不能接受那个名称 你就改成叫做 第三人责任险出险报告好了 就是如果你一直在focus这件 可是对于厘清真相 是没有任何意义 你只是要强调说 哇你看我一直在捍卫主权 这件事情主权是一件事情 但是真相的厘清 我相信是大家更想要知道的 对于事件本身到底有没有帮助 对于查明真相到底有没有帮助 看起来我们的海委会主委 并没有告诉我们 来请教这个宏威委员 这个说陆方坚持所谓的三步 因为我们不接受 所以才谈判破裂 就说到底陆方有没有坚持这三步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二十多天来 陆方一直所谓的三要 要什么呢 要真相 要道歉 要赔偿 那事实上以这两天 在立法院里面的一些打询里面 包括刚刚陈建仁就说 只要查明了真相 那确实我们有疏失的话 就是要道歉 该道歉就道歉 该赔偿就赔偿 所以也就是说 什么最重要呢 真相最重要 所以陈建仁也不敢讲说 这个真相完全是站在我们这边 不然他就讲说 我道什么歉 我赔什么偿 对不对 这个真相就是非常清楚 我们就是取缔 我们取缔没有问题 可是他们不敢讲 因为现在仍然在司法程序里面 所以要真相 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提了很多次 为什么让对方一直觉得说 我们的诚意不足 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真相可言 那么我们自己回来去检讨一下 包含管壁林也好 或者海巡署也好 是不是真的常常说辞 反反复复 然后呢 事实上中间甚至还有说谎 我们最近提了非常多次 光是有没有影像 你可以这二十多天 可以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有影像 没影像 有影像 没影像 然后碰撞也是一样 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因为一开始我们咬住说 没有碰撞 没有撞传这件事情 可是一直等到那两个身环的人 放出去之后 接受采访 包含接受台湾的媒体采访 包含接受大陆的媒体采访 说有啊 有撞啊 我们不是这样子啊 他是撞上来啦 然后呢 我们果然改口说 真的有碰撞 真的有接触 那大家社会舆论维持化然 因为原来如果我采信 原来的这个海委会 或海巡署的说法的时候 会发现说 不是对方翻供 是我们自己翻供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到底处理的好或不好 真的非常清楚 虽然呢 我常常批评周玉寇 但是呢 周玉寇我觉得他终究 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 管碧琳当年 他被任命为海委会主委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质疑 以管碧琳他虽然是资深的立委 但他长期在教文 大家都知道 那也是在招委 可是海委会下面有个很重要的单位 就是海巡署 海巡署是什么 海巡署被称为第二海军 所以你看他很多 像那个周玉寇是军方的 大家就说 反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大家比较相信周玉寇的协调跟调度 所以请问一下 以管碧琳的背景 跟他的判断 他能够指挥第二海军吗 果然在这一次啊 就是荒腔走板 很多问题 不会出现问题的就是因为管碧琳多化 或者他政治性操作 我刚刚讲很确定 你甚至跟立法院的报告里面 真的从来没有更改之后完全不造会 然后自己再发脸书 你以为你还在做立委 这种事情怎么样 我可以做 他讲本习 他还讲本习 他还讲本习 他忘记了 都可以做 因为你在做立委 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 然后我就在那边发脸书 这边发牢骚或者 可是你现在不是 而且你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事实上 你应该要用最谨慎的态度去因应 不要有任何一件事情 一个行为也好 或者一句话 从你这边出现以后反复 或大家就说直隐说谎 那这一次 确实出现这样很多的问题 所以周一寇这一次 我难得同意他 当初任命他的人 站出来收拾残局 现在你还要给管命令一个人来 再做吗 已经完全的乱七八糟了 那真的该负责的人 是真的 我真的觉得国安单位的人 真的要出来 處理这件事情 如果處理不好的话 是整个国安系统 通通都在荒腔走搬 现在一塌糊涂了 谁要来收拾残局 来 请教辉文兄 周一寇是我跟王文威的学姐 是政大的耻辱 他已经不是什么媒体人了 自从他开公司借业配之后 他就是一个商人 徐晓鑫赶快去调查一下 他是不是有接海巡署的案子 为什么去称赞海巡署 海巡署的所长早就 他肯定没有案子给他是吧 那当要查 我不是叫你去查那个谢金河 那你就去 这个周一寇就交给 徐晓鑫去查 海巡署上早就可以下台了 你是直署長官 你就可以下台了 因为东扯西扯讲一大堆 当然管碧琳也应该 因为管碧琳本来就是酬庸 管碧琳懂什么海洋 对不对 但就是因为他高雄的立委 身多周少 然后变成是蔡政府的述宏道 就赏他一个海委会主委 那这个海巡署的署长 他之前是海军的中将舰队长 真的有带过兵的 可是被你戴成这样子 你的政治责任你就应该下台了 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办法结束 就是因为海巡署整个都烂掉了 海峡署现在在哪里 我是真的 我真的对自由时报 我也不太相信 因为那个记者我认识 海峡中线在这里 金门在这里 这个事情跟海峡中线有什么关系 拜托 你这次你写什么新闻 海峡中线在这边 这个是裴洛西 当时解放军军演的 这个红色跟狗皮膏药一样 就是解放军演习的这个区域 这个金门跟马祖 是在海峡中线以西 台湾跟澎湖在海峡中线以东 你连这个也不知道 你也跟你说这个 说好像真的 王定宇不是爆料吗 他說大陆方面要求 我们这个海巡战员 要到中国去接受训问 两天前王定宇就讲的 昨天人家进江的 红十字会高级顾问 这个他讲 这个李朝辉他讲说 没有 我们只是希望四个队员 跟家属当面说明情形 我们完全没有这回事 前子你在大陆铸点这么多年 历年的纠纷是不是 你办你的 我办我的 你有看过我们办过大陆的人吗 所以你们把人送过来 或是我们把人送过去吗 从来没有过 那怎么可能是王定宇讲的状况 那个海巡书长还在立法院讲 那个书巧会问他 他说有有有 有你的头 那出来讲 这怎么会连这个都说谎 你觉得有可能我们把四个 我们的公务员 公务人员 四个海巡队员 送到大陆去训问 那两岸就直接统一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对方有这个要求吗 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瞎掰 请大家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陈建仁院长 一共要依证据偵 证据 证据在哪里 就没有证据 什么叫依证据偵 这都黑白共 那前子那个撤谎 是不能当证据的 我不晓得 撤谎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撤谎是没有证据能力的 那这个中国时报写说 金门地检主应该紧述的症结 就是说应该 赶快把案子结掉 但是我当然了解 中国时报的意思 但是前子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这个案子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的这个管碧林 这个摸脸的那一天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管碧林讲的 为什么管碧林会讲说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管碧林你是不是已经知道的 侦查的结果是什么了 不然你为什么说司法 但我在网路 我的这个外替直播做的 一个投票 就是说你相信 将来检方侦查的结果吗 也谢谢2万位网友 参加我们的投票 有91%不相信 管碧林 你说台湾的司法 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91%的网友 不信任你的侦查结果 我就等金门地检署 把侦查结果拿出来 91%的人是不相信你的 好 我们进下广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